对方把事情做好的时候 甚至于好像对方有挫折的时候 都可以给对方一个微笑 大概是在火车上或者是公车上 看到有人让座 我都会想给他一个赞 第一次煮意大利面 是因为小朋友看到广告那即时的意大利面 微笑的感觉它是我觉得幸福 微笑是最好的表情 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用在任何的场合 我还蛮常看到就是 年轻人会主动让做给一些伯伯啊 台湾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啦 这个社会还是有美好的地方 我就说爸爸其实也会煮 爸爸煮给你吃好不好 可是他吃完也很开心 他们的表情就是像 我小时候第一次领到压岁钱一样 那样的开心那样的快乐 你连这种小小的扇形都不准备去做的话 那怎么会有更大的扇形出现呢 希望有空的话常常煮给他们吃 放松一下来个微笑吧 我想它会是一股暖流吧 一个正向的力量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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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